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玩萨尔达传说旷野之席中文版 我是魏惟,那昨天我们解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解神兽 那开始这个流程,第一个事情就是要找这个踢靶 那我们到了这个Fly Range,飞行这个练习的这个场 那我们在这边秀出一下我们的实力,拿弓箭 以后呢,设这边的目标以后 那特巴,这踢靶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强人,要跟我们一起去解神兽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去解神兽咯 我们来看一下,他还有别的选项 我先要破坏所有的炮台 那这个是要准备什么 所以这个很重要,你要去打这个怪的时候啊 你要把你的键换成炸弹键 防寒措施我们都穿了这个防寒衣了,所以没问题 就是要有防寒衣,然后要有炸弹键 好,那我们就准备要出发咯 我们可以说我们要去拯救萨尔达,不过 不过我之前都没有选这些选项哦 所以我打算说,我打算拯救这个利特村,看他会讲什么 好,每一个选项都会有回应这样 那我上次是选萨尔达公主 好,这样那我们就出发咯 好酷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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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清潔 喔 嗯 上吧 第一个 我们就是要换炸弹剑 好 已经换好了 很好 那 这样就炸掉了 要一个 甲铐比较近一点再射啊 比较帅 这样我们再继续去找别的炮台 这边 打不到 好 剩下最后一个了 还有耶 结束了吗 我没有再瞄准也中了 好 那现在最后一个 他怎么都瞄不准 近一点 射你 那应该四个炮台全部都中了 还有一个在那边 可能上次没有打完 所以打一 射一次可能不够 要射多几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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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也是我每個都好像在那邊 他們都沒有射完 水深真的是他最後一個了 我以為射一次就好了 他就把四個砲台打完了 而你說要射兩次 我已經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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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變成功了 我還不成功了 可惜日就回到射第一次 無失的 硬體力打 我們就不必要 RINK 好, 林克, 頑固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看到 我看不到你 你一定会在这里 但是我真的太久了 我已经回到这些人的目击 那我先拿到这个圆满的圆形 首先,我先拿到这个圆形的圆形 你也要把這張圖片放在手上 那是這張圖片的誘導席 那是要到那裡嗎 秘武啊 什麼的 好 不過在進去之前呢 我們先要解這邊有一個寶箱 可是在解寶箱之前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炸彈劍換成一般的劍 就把這個射掉了 而且可以拿到這邊的寶箱 所以大家在真的進去之前可以拿寶箱 雖然只不過是藍寶石而已 也不錯 拿完藍寶石以後不要直接跳下去 要進去解神獸 好 我們來了 就先看到一個眼睛 這邊 好的 然後我們就飛到這裡 這樣 這邊有個眼睛 這樣我們就解開這個寶箱 裡面有古代核心耶 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殺那邊有個Guardian 因為我們要去主控室喔 這個擁島石那邊 所以我們就來用一個我們的武器 我們來用這個 Master Sword 再見了 謝謝你的毛 槍 這邊是它的主控室喔 是它的那個 你看外面 可以看外面的景象 好 那我們就打開這邊 好 戰術界也開這個 大鳥神獸 瓦梅德的地圖 它就可以操控神獸 或者神獸就是 可以操控讓它往左飛 或是往右飛 這樣 操控它的這個 擺動的幅度 好 新獸的地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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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好地圖 光著的印象 是新獸的地圖 擺動的地圖 要把地圖的地圖 取回回到地圖 擺動的地圖 要把地圖的地圖 全部開放 所以還是一樣 要這個解全部的控制裝置 那控制裝置都在這個 都在這個 記憶這邊 你看都在這個 鳥的翅膀這邊 不是記憶 鳥的翅膀這邊 所以我們就來去 記這些控制裝置 不過在那個之前這邊 有一個寶箱 沒有炸彈鍵 好 那我們就來 繼續跳過去這邊 這邊有個眼睛 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 好 本來很帥的飛下來射 就技術不好 這樣 我們拿這個寶箱 好 那我們就去解其他的 控制裝置 你看這邊 可以看到下面 這樣 從這邊過來 從這邊過來 這樣 那我們要到這個地方 就要擺動 這個 擺動這個鳥 這樣子 讓它 這樣子往這邊 這樣 就過去了 過去的當中 就可以射這個 眼睛 好 這樣我們就過去了 這邊 然後到這裡 就可以解開這個神獸的 這邊 那這邊就有一個控制中心 不過現在我們就不用這個打斜的喔 這樣子我們很難走 你可以打斜的走 不過我打算舒服一點 把它 撥震 看他喬在動動 撥震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去解這個 好 這個門就會打開來 開來之後 不要忘記往上看喔 這邊 這邊有個眼睛 打掉以後 就可以拿到寶箱 冰的劍 那接下來 就是要用這個錘子 可以錘到 這個 錘到這邊來 那 這樣子喔 可以 可以把 這個鳥 用成這樣子 好 這樣 那等一下錘子的重力 你看 就往這邊走 這樣 那不過喔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如果你 就打開這個 這個風的時候 它就只 要兩個 怎麼說呢 要兩個裝置都 吹到風 然後這個 炸來才會打開來喔 所以 我先把它關起來 我先把 這個 飛過來 然後這個 這個鐵塊 能夠 掉下來 掉回來 這邊 這樣 這樣 那為了讓兩個 這個 這個風車都 吹到風喔 那我就 先打這個 兩個都吹到風以後 然後 然後 我再 讓這個 鞋過來這邊 然後在它 真的要掉下去之前 吸住它 像這樣 吸住它以後 就只有 這個 錘子會掉下去 這樣 好 這樣 我們就打開來這個 打開來這邊喔 我們可以拿到這邊 有一個寶箱 打開來這個 有一個控制裝置喔 這邊有王族之弓喔 這邊有王族之弓喔 可以連射 那 我就來丟一個弓 那我來拿這個 拿了以後 然後 回來這邊 然後解這個 還有三個 好 這樣 那我們解了這個以後呢 剩下三個 我們就要從這個 這邊出去解 這樣子 這樣我們就跳下去喔 好 我們大概到這邊 講我們就從這邊 跑過去 這樣子 跑過去 那個 鳥的翅膀的另外一邊 就擠了 那這邊有一個 眼睛先把它射掉 那這邊 也有一個眼睛喔 我也要把它射掉 這邊 好 都射掉以後 我就去截 這邊的一個 裝置喔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飛過去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斜度是這樣 我們站的地方比較高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跳過去截 這邊這個 控制裝置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跳回去喔 跳回去的方法 就是跟剛才的相反 我們就把這個 鳥這樣子 這樣 這樣 走到另外一邊 這樣 現在我們站的地方 就會變得比較高 那我們就可以跳回去 你看 你看 他的腳這樣子 在抖動 這樣 那我們就 這樣跳過去喔 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比較高 好 這樣 我們就到這邊以後 我們就到 鳥的內部 我們就去開始解 其他的 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鳥的內部以後 我們就把鳥喔 再 調回那個正確的位置 像這樣 好這樣 調回這個位置以後 我們可以讓 好這樣 那就很容易的可以到這邊 到這邊喔 這邊有一個眼睛喔 這樣 而且會噴出一些怪 那我們就先去解那邊的 呃 寶箱 那這樣子 我先把 呃 鳥往這邊 走 這樣 現在我們的位置就比較高 那我們就可以去解這個寶箱 那這邊如果我沒記錯 有一個王族雙手劍 這樣 那我們拿不到更多東西了喔 所以 我就來丟一個東西喔 丟剛才那個 爛的這個石喔 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就拿這個王族雙手劍 好 拿了以後呢 我們就下去解這個 怪喔 這邊喔 這邊有個眼睛喔 把它射掉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解這邊的這個控制裝飾喔 好 然後這邊 那我就再把這個 呃 地圖喔 哇 這邊 好偏斜 讓我們站的地方比較高 就覺得設計得很好 就是它的那種重力啊 這樣所以我們現在站的比較高 我們就可以飛過去這邊喔 希望我們會成功 這樣 這樣我們就解了這個 控制裝飾 這讓我驚訝 這讓我驚訝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先把我們的這個 鳥啊 調成正正的這個位置 我們就來解最後一個控制裝飾喔 最後一個控制裝飾在這邊 好 在這邊 最後一個控制裝在這邊 可是我們這樣過不去喔 因為這邊有一個無形的牆擋住的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先 放顆球在這裡 那球不會自己滾 滾滾進去喔 那所以我們就 把我們的這個 鳥喔 這樣子 往這邊移動一下 這個炸彈就會過去 或許我們就把它炸掉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放另外一顆炸彈 然後等到 這個炸彈 炸彈掉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打這根柱子 然後就會 風就會從 右邊吹進來 然後我們炸彈就會 被風吹到 然後就會往左邊走 然後那邊有一個 石洞喔 這邊 有個石洞 然後我們就 用炸彈把這個 石洞炸掉 這樣 過去以後 然後 打開這個 然後 被吹過去以後 炸彈喔 打 引爆炸彈 然後就可以拿到這個鐵球 這樣 那這個鐵球是幹嘛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鐵球 放到這個地方 壓住這個地方 這個門就會打開來 我們就可以進去去解 這個控制裝置 所以怎麼做呢 我們就先 用我們的這個 控制鳥飛行的這個位置 把鳥 控制重力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球就會掉下來 那球就會掉下來 好 掉下來之後 我們就用我們這個 這個鐵球 這樣子 然後把它吸到 這地方 需要這個地方 需要這個地方 放好 放好以後 我們再控制這個鳥 然後到另外一個方向 然後把這個 主管起來好了 到另外一個方向 然後鐵球就會過去 我猜風應該不會 對鐵球有什麼影響 不過還是把這個風 風口關起來 好這樣 這個門就打開來了 我們就可以進去 最後一個 這樣我們就打開最後一個 終端點 最後一個 控制裝置 好啊 制律端末 是這裡的 全部 主要制律器 可以開放 主要制律器 看來 看來 新的光明 有大小印象 那些 要向那些 但是 我還沒有安心 好啊這個 Rivato 他就是很自大的一個人 這樣子 那 我們就再把我們這個 鳥的這個 平衡 放到中間 基本上就是 控 控制這個 控制這個 控制它的重力 就對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成了這個 風喔 往上飛 這樣 這樣就可以飛到這個 控制裝置 這樣 我們就解開了這個 大鳥神獸裡面的 這個 所有的 控制裝置 這樣子 那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 解這個魔王 打這個魔王 打這邊的這個 BOSS 那在打BOSS之前呢 我想說 我們在這邊先休息一下 那 明天我們再繼續玩 然後去打這個BOSS 我們明天見